Jack英语60秒 谈到吃饭的地方 中文中有餐厅小吃店等等 那英文中呢 其实有类似的区分 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 通常来说 调用餐的地方 咱们第一个想到单词都是restaurant 但其实呢 还有很多单词用来形容用餐地点 首先restaurant通常指的是一种 比较正式的用餐地点 大家去之前呢 也会认真打扮一下 当然呢 餐费也会比较高 diner 除了有用餐的概念 还有餐厅的意思 这里的餐费就便宜进人一些了 buffet 我的概念是自住餐厅 咱们在shopping的时候 百合公司里的美食区 叫food court 而街上有小吃摊 通常称它为food store cafeteria 是咱们这种学校 或者公司里的食堂 在咱们喝咖啡 或者吃小点心的地方呢 称之为café 与café不同的bistro 多指的是法式餐厅 而且呢 这里会提供主餐 怎么样 你是不是已经理解了 这些色的区别呢 关注我们 更多的英语小课堂等着你哦 我会计算是在那里的项目标 我会计算是在那里的项目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